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在電路學裡面的第四個物理量叫做電功率 那我們前面講過我們要介紹四個物理量 電壓 電流 電阻 電功率 那我們用怎麼樣用四個定理去描述它 用歐姆定律 電阻定律 交耳定律 跟科系合乎定律 那現在呢我們要來介紹這個電功率跟這個所謂的交耳定律 那第一個要先幫大家快速複習一下功率的基本定義 那我說過在物理裡面定義呢比觀念更重要 那什麼叫功率 叫單位時間能量的變化量 功率呢我們用P表示Power 所以功率呢叫做能量除以時間 你說老師你不是說能量嗎 那你為什麼這裡寫功呢 那我們前面在講能量的時候 其實我提到過 那現在的科學它其實是一種演繹法 你發現所有能量其實又是從功的定義推導出來的 所以我們這裡寫功沒有關係 功率叫做功除以時間 那功的定義叫什麼呢 功的定義是不是叫做FS 叫F.S 利乘以位移 那就要再考大家了 那位移除以時間叫什麼 那叫做速度 所以功率可以寫成叫利乘上速度 所以在功率裡面有兩個公式各位要背 第一個就是定義 這功率叫做功除以時間 那從這裡推導出來 各位很快一行就推出來了 叫利乘上怎麼樣 利乘上速度 那基本上能量可以多種形式產生 那功率呢也可以多種形式的變化 那電能其實是一種 那電能是在我們生活中一個非常常用的一個東西 那比如說燈泡呢 如果你現在怎麼樣 你現在通電 它可以把電能轉換成怎麼樣 轉換成光能 跟這個轉換成怎麼樣 熱能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個所謂的電功率 那電功率怎麼推呢 各位 定義還是定義 這裡必須要利用到三個定義來推出來 第一個功率叫做功除以時間 來一樣 這是功率的基本定義 只不過是這個能量要把它換掉 那我們前面在靜電學講過 這能量叫做QV 各位這能量寫成QV 那我們前面講過 基本上靜電學呢 畢竟是電學裡面一個重要的基礎 所以靜電學其實我們講了這麼樣 蠻久的時間 那這個靜電學裡面 電廠的定義要會 這個電位的定義要會 各位還記得電位嗎 就是每單位正電二在電廠中 所具有能量叫電位 那我們前面也講到 比如說大家常講說 電池是不是叫1.5伏特 什麼叫1.5伏特 就是一庫能通過獲得1.5焦耳能量 各位一庫能通過獲得1.5焦耳能量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10庫能通過多少 那一庫能通過獲得1.5焦耳 10庫能通過不就獲得15焦耳嗎 所以來我考你 今天假設一庫能通過獲得V焦耳 Q庫能通過呢 QV啊 所以能量叫QV啊 各位一庫能通過獲得V焦耳 Q庫能通過QV啊 所以能量叫QV 來接下來又要再考大家一次定義 各位問你一個問題 單位時間通過的電量叫什麼 單位時間通過的電量叫電流啊 所以它叫IV啊 各位我們所習慣的這個焦耳定律 這個電功率的形式叫P等IV 它其實是利用三個定義推出來的 第一個功率的定義叫公除以時間 叫公除以時間 在這裡能量我可以寫叫QV 叫QV 單位時間通過的電量叫電流 所以叫P等於IV 這叫電功率 那基本上呢我們可以把這個電功率呢 再改寫成另外兩種寫法 那這個我們統稱叫什麼 叫做焦耳定律 叫焦耳定律 各位電功率的三種寫法 那看題目呢 這個給的條件 我們選擇一個適當的公式 第一次推導出來的公式叫做P等於IV 叫IV 那我們利用歐姆定律呢 叫差代 V呢等於IR 所以乘起來叫I平方R 所以第二種寫法叫I平方R 如果當初換掉的不是V 換掉的是I 那I叫什麼 電流 是不是叫電壓 除以電阻叫做V含R V含R乘上一個V 所以叫R分之V平方 所以各位 這個焦耳定律 電功率有三種寫法 有三種寫法 這三種寫法你都要記 叫P等IV I平方R分之V平方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這物理的公式長得都差不多差不多 為什麼呢 你們覺得R分之V平方 有一種他相預估之的感覺 向心加速度 不就叫R分之V平方嗎 老師長得真像 對長得很像 可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們當初講的 向心加速度的R分之V平方 R是指趨率半徑 V是指速率 電功率的R是指電阻 V是指電壓 各位 長相很像沒錯 可是完全不一樣 英文字母只有26個 可是物理量遠遠超過26個 所以符號會重複 這R是電阻 V是電壓 你的向心加速度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趨率半徑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速率 這不一樣的 所以各位 這個焦耳定律 三種寫法 P等IV I平方R R分之V平方 這三個都要怎麼樣 這個都要會 所以到目前來講 那我們講電路學的四個物理量 電壓電流電阻電功率 四個都已經怎麼樣 四個都已經這個介紹完畢了 那我現在考你一個問題 那一般電器標什麼 你拿起個電器 我們不會四個都標 那四個都標 你條件標太多 到時候互相矛盾 所以一般電器都標電壓跟電功率 他跟你講說這個電器是用在110伏特 還是220伏特 他的功率呢 是1000瓦還是2000瓦 所以我們一般標電壓跟電功率 那你知道電壓跟電功率 我們可以算出電阻跟怎麼樣 跟電流 好 電阻怎麼算 我們利用怎麼樣 利用剛剛講的 好 如果你現在知道怎麼樣 知道功率 知道電壓 知道電壓 電阻呢 我利用最後一個 電阻就是V平方除以P 各位移過來 R移上來 P除下去 這個R就等於V平方除以P R就等於V平方除以P 那電流呢 電流我們利用怎麼樣 利用第一個 好 你現在知道電功率 知道電壓 所以電流就是用電功率除以怎麼樣 除以電壓 所以I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P除以V 這I就等於P除以V 所以呢 你只要知道電壓 知道電功率 我們就可以把電阻跟電流呢 把它怎麼樣 把它算出來 好 各位 在這個學測裡面 也會考這個東西 指考裡面 當然也會考怎麼樣 考這個基本的運算 那接下來呢 第六個叫做一度電 不過要注意一下 這不是6.1 這是第六點 叫一度電 那什麼叫一度電 各位 以前國中其實也學過 這所謂的度 它是一種什麼的單位呢 它是一種電壓電流電阻電功率 哪一個單位 老實我知道 電功率共骨 這個度是指能量的單位 不是電功率 各位 這一度電是指1000瓦 用一個小時 所消耗掉的能量 我們叫一度電 什麼叫1000瓦 各位瓦是每秒鐘幾交二 小時呢 各位小時要換成秒 所以其實這是1000 乘上一小時有3600秒 所以你是1000乘上3600交二 所以乘出來有36 後面有五個零這麼多交二 好 所以這個數字 各位其實不用特意去背套 但是定義要會一度電叫做1000瓦 用一個小時 好這樣乘起來的話 1000乘上一個小時 有3600秒 就這麼多怎麼樣 這麼多交二 可是一度電到底有多大 老師 沒感覺啊 好來我們來感覺一下 這一度電到底有多大 各位一度電是不是3600000交二 假設我用一度電的能量 讓一台汽車上升 汽車上升 未能嘛 未能是不是叫MGH 好那一般國產車小汽車 大概是什麼樣 大概是一公噸左右 1000公斤 1000公斤 G我用時算 H 各位一度電的能量 如果轉換成一台汽車的重力未能 叫做MGH 那H算出來多少呢 各位M1000啊 G10啊 所以1234消到四個零 1234消到四個零 變成360公尺 各位360公尺有多高你知道嗎 各位360公尺有多高你知道嗎 各位 假設一層樓算三公尺好了 360公尺是120層樓 一度電的能量 可以讓一台汽車上升120層樓高 各位你知道一度電多少錢嗎 在家有沒有繳過電費呢 還是只會用電 沒有繳過怎麼樣 繳過這個水費電費 各位一度電大概多少錢你知道嗎 一度電大概四塊錢左右 當然在你們家的電費算法其實又很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公共用電這個有家庭用電 有時候呢 這個公共設施的用電 這個也要分擔到這個家裡面來 所以一度電我們算四塊錢好了 各位 假設有一台自動販賣機 四塊錢呢 你把它投下去 可以讓一台汽車上升到120層樓 你要不要玩啊 當然玩啊 對不對 各位你看讓一台汽車上升120層樓 只需要花四塊錢而已 所以你說要解決危機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電費實在是太便宜了 各位如果把電費提高十倍 這個一度電呢 這個一度電變四十塊 那你回家媽媽應該 不要看書了 趕快睡覺啦 看的成績還是那麼差 對不對 以後你到補習班了 這個上課的時候對不對 怎麼辦呢 這個大家怎麼樣就發一個扇子 跟你講說 這個學費呢 這個有包含電費的 才可以吹冷氣 沒有包含電費的 就拿一個扇子這樣扇 所以其實你發現 這個一度電呢 它的能量其實其實非常非常的 這個巨大 它竟然可以讓一台汽車上升 360公尺 120層樓 但是只要花怎麼樣 只要花四塊錢而已 所以一度電其實這個值 其實非常的大 那現在學測有時候故意就要考你 什麼樣 考你能量的轉換 它不一定考你 原來大家所習慣的電路計算 它可以把這個能量轉換成怎麼樣 轉換成其他種能量 比如說你轉換成熱能 比如說你轉換成重力溫能 比如說你轉換成怎麼樣 轉換成動能 所以這個一度電 各位這個基本定義還是要會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 這裡面很多東西 各位要會 比如說功率的定義 再來就是電功率 怎麼推的呢 利用基本定義去推 再來就是所謂的怎麼樣 所謂的交耳定律 交耳定律P的IV I平方R分之V平方 這個一定要會 好 你知道V知道怎麼樣 知道P 就可以算出電阻跟電流 再來就是一度電 好 這個1000瓦小時 這個基本定義要會 在指考在學測 其實都有可能會考到這個結果 一天 怎麼 這個 你 這天